防疫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而日本也已经解除 室外口罩强制令 但却有超过八成的民众 还是不敢脱下口罩 上海大型马拉松 吸引上千人参赛 放眼望去几乎没半个人戴口罩 似乎宣告脱离疫情阴霾 如果从疫情本身的特点来看 可以说这个疫情 已经基本结束 大陆新冠疫情应对小组 23号宣布疫情几乎已经结束 只有零星 日外都不再强制戴口罩 不过像街访问民众 一百人中就有八十四人 不敢脱口罩 问其原因大家异口同声 有些人则说戴习惯了拿下来 反而怪怪的 就连日本天皇和皇室成员 出席活动时 口罩也是戴好戴满 而南韩解除室内口罩令 将近一个月 不管是超市 百货公司 还是美术馆 都能看到许多人 摘下口罩 目前南韩医疗院所和大众交通工具 等另外场所还是强制要戴口罩 有专家提倡最快三月第二周就完全松绑 回归疫情后的正常生活 结账后